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经近两年半的时间 战事仍在延续 和谈前景还不明朗 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外溢的风险 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 普遍对此感到忧虑 推动局势降温的呼声更加迫切 作为联合国安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 中国始终坚定致力于推动危机政治解决 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应该 在此基础上 中国和巴西联合发表了六点共识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支持 在这一背景下 中方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于7月28日起访问巴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 就乌克兰危机开展第四轮穿梭外交 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就当前局势及和谈进程 进一步交换意见 探讨推动局势降温 为重启和谈 积累条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